我是子萱 每一个女孩一生大约会经历400多次的月经 我们常听到月经来的时候 要少吃冰的食物来减缓不舒服的状况 但世界上还有一些特殊的月经禁忌 像在尼泊尔就有很多的月经禁忌 像是不可以外出 不可以下厨 不可以触碰男性 那在尼泊尔西部 还有币区离开家里到月经小乌格丽的传统 他们认为如果触犯禁忌的话 可能会带来厄运 那月经小乌通常都是像这样 狭窄简陋的 有时候还要跟家里虚养的动物睡在一起 也有不肖人士会趁机性侵在里面的女性 虽然尼泊尔已经立法禁止月经小乌 但到去年都还有妇女在月经小乌被蛇咬的事情发生 那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都有月经污名化的问题 世界展望会也正积极地帮助全球弱势女孩 让他们有机会受教育 认识自我的价值 学习制作生理用品 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关心这样的议题